说实在的 从我心里不愿意跟他 他的脾气改不了 我也承受不了这么多了 老先生您怎么上来了 您刚才站在这口阵 这抬口这吓了我一跳 慢点啊慢点 怎么就您自个跑上来了 我跟你说吧 死人都能够说 他就看了那个嘴皮说 我跟他离婚十几年 现在只有三个月 没照顾他 一直照顾他 你老婚以后我们有个嫌疑 这个做个朋友对吧 去年我长的工资四百三 我跟他说 我每个月都给他四百 不是每个月 对你问他是不是 跟你说了 我说我不要你这四百块钱 以前那些交了个房租费 我都跟他点一些 不是他全交的 刚阿姨说了 刚刚阿姨说了 说您每月给他 就是您经常给他四百块钱 说了 这说了 这些年全是离婚了 我们做个朋友 我老回去关心他那些 这些年我都没短力去照顾他 叔叔想说的意思是 其实您这些年 您也一直在关心照顾着他 想当朋友 最起码 这个一起有四十年感情 而且我有这个愿望 我就跟他说 是这样吗阿姨 他才是回来 我就跟他说 我希望我回去 咱们的回家团员 全是我们两个离婚了 这是我有这个愿望 我不是要求要跟你复婚的吗 阿姨给你这机会了吗 他没给我机会 我好几次 我把那个保姆红着 我回去 他不同意 是这样吗 我怕他再折腾 就这一个 因为几次了 就这么有了 来了来了走了 有一会儿 他的脾气特别不好 说急不急 他的脾气不好 他的脾气 说翻车就翻车 你比如说去年春节 他来了 来了以后呢 我们也是在一起过的 也不知道有什么事 我也忘了 他四点钟起来 就要走 外子下着雪 后来我没办法 摆儿子也叫来了 摆他稳住了 这说急就急 是跟您吵架了吗 就是因为 说话中间意见不一致 还是因为什么 你看那天春节 外子下着大雪 四点钟开始 你就要走 还不是把你拦下了 你一个脾气 说急就急 说走就走 说来我来了 说走 回头不管三七二一 是他欺我 我欺你 我要走对不对 我儿子都说他 好多次都说他 我爸回来 你们好好的那个大大妈家 开开心 多好 我做着把那个房间卖了 咱们一月一半 可以 你也可以买一个度鸡 去教学 我也可以买度鸡 而且我还跟他商量 我们两个可以搬的一块住也可以 跟他一块住 那还在搬一块住 他妈要卖房子呀 就是 老乡的 我买了一个房子 我买了一个房子 就说你有搬的房子 我应该享受 我们换一个方式活着 咋换呢 就说买了以后 你一半我一半 他也能够裹得好一点 我也能裹得好一点 但我很简单这个道理 因为您说要把这 您说想一家人团圆 对 我们两个都要承受 我希望我们两个给 哎呦 儿子们呢 太怕了 哎 给儿子们做个房子一样